第五千三百四十三集 刀身之上混合着夜晨几次清夏若雪 宇皇傲雪归尘等等所有人的灵气 气息强横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夜晨挥动黄极天刀 以摧枯拉朽煞破宇宙的气势狠狠斩出 刀锋掠过空间破碎 法则磨灭 空气里响起尖锐的音爆 滚滚金光如潮水涌动 天狱魂帝的眼神彻底失色 在这一刀的威势下 他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 除非他能恢复巅峰时候的力量 否则绝对没有丝毫抗衡的可能 磅礴的金色刀光如破小斑斩杀而过 天狱魂帝的黑暗掌势瞬间就被摧毁 他浑身的黑暗能量波动 在那黄疾天刀的威严笼罩下 也是迅速溃散 天狱魂帝发出了惨叫 就见那黄疾天刀 视如破竹一般狠狠披在他的身躯上 他的肉身 一下子被斩成了两半 鲜血内脏喷溅 我的肉身轮回之主 你该死 天狱魂帝暴怒 眼瞳血红 然而下一场 在恐怖的黄疾刀器杀戮下 他断裂的肉身就直接被撕碎 化作了满天飞射的血肉碎片 天狱魂帝的残魂无比狼狈地从肉身里逃脱出来 如鬼魅一般迅速地往远方飞射而去 而他肉身破灭 一朵朵红色的火帘 金色的火帘 还有一团团的圣火 从他体内爆发了出来 掉落一地 再混合着此前黑一龙掉落的紫黄之火 铺满大地非常壮观 击杀了天狱魂帝 夜晨顿时感到一阵脱力 天狱魂帝肉身已灭 只剩下一缕残魂逃脱 那一缕残魂能量气息非常薄弱 已经翻不起什么波浪了 夜晨也知道斩草除根的道理 只不过现在他阵阵脱力发虚 暂时也无法去追杀天狱魂帝了 羽皇傲雪归尘等人 也是消耗巨大 阵阵喘息着 而周围的散修舞者们 则是个个眼睛发红 陷入癫狂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铺满大地的 紫黄之火 一朵朵火莲 一团团圣火 这么多的紫黄之火 数量不知有多少 强啊 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所有参赛者们便是疯狂地去抢夺紫黄之火 看着阵势 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都给我住手 神徒宛儿沉声喝道 魔神主宰的黑暗威眼弥漫而出 在场疯抢的参赛者们顿时停下了动作 七杀天狱魂帝 七露出的紫黄之火 按功劳分配 谁敢乱抢 便是与我为敌 我受第二妖姬邀请而来 谁敢忤逆我的命令 也等同是冒犯妖姬小姐 神徒宛儿声音冷烈 自有一股威严 在场的参赛者们都不敢出声了 神徒宛儿乃是未来的魔神主宰 这次太上功德战 他虽然不是参赛者 但受第二妖姬的邀请而来 也是无比重要的人物 在场之中可没人敢得罪他 当下 神徒宛儿就把所有的紫黄之火收集起来 而后按照功劳分配 轮回阵营这边功劳最大 因为那金章黄极镇 天帝人鬼神五个阵眼 轮回阵营镇镇守三个 功劳自然也是最大 叶晨这边分到最多的紫黄之火 这是他应得的 并非神徒宛儿偏思 羽黄傲雪和龟臣 紧随在叶晨身后 也分到了大量的紫黄之火 不过两人的表情 并没有什么高兴的模样 毕竟叶晨收获的战利品 比他们多得多了 到最后分配完毕 天上金榜排名 排在第一的 依然是叶晨 所拥有紫黄之火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八千朵 第二名是龟臣 五千朵 第三名羽黄傲雪 四千 后面几名则是夏若雪 几丝星 魏影他们 看来这一届的 太上功德战 冠军非轮回之主 莫属了 轮回果然是大气运者 看来我家宗门以后 也要摆放轮回的雕像 日日供奉崇拜在世 轮回千秋万载 亘古无敌 不管是万须还是剑门 都压不住轮回的气焰了 不少参赛者们 看着天上的金榜排名 窃窃私语着 很多人眼里 都露出了崇拜钦佩的神色 甚至有人开始信仰轮回 万须和剑门这边的强者们 神色则是非常难看 现在排名差距越来越大 他们再想追上叶辰 就更艰难了 神徒婉儿目光 环视全长 淡淡倒 如果你们想追赶轮回的话 那只有冒险去功德区了 功德区 听到神徒婉儿的话 众人一阵凝重 功德区是战场的最后一区 也是黑暗气息最浓烈的地方 天狱魂帝本来是死禁区的领袖 他肉身破灭 残魂肯定逃入了功德区 想依靠内里的黑暗气息 再重新复苏 他残魂里面还蕴含着许多紫黄之火 你们谁能杀死他 谁就可以独占那剩下的紫黄之火 神徒婉儿缓缓道 羽黄傲雪 归沉听到这话 眼睛也是微微一亮 天狱魂帝肉身一灭 只愈下残魂苟延残喘 那残魂的力量非常微弱 就算是普通百家境的武者 都可以将之覆灭 如果能密杀天狱魂帝的残魂 就可以独自收割剩下的好处 另外 死禁区的怪物已妖兽 失去领袖的铜管限制 也必定迁徙去功德区 以获取更浓烈的黑暗灵气 也就是说 你们在留下死禁区 不可能获得任何紫黄之火 唯有前往功德区 但 那是最危险的区域 你们自行衡量 神徒婉儿淡然道 神徒婉儿 你不是轮回的小妾吗 为何要告诉我们这些 这些秘密 你偷偷告诉轮回之主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与我们分享 你有什么隐谋 羽皇傲雪踏出一步 凝视着神徒婉儿 说话毫不客气 极其无礼 没有什么为什么 我只是想多点人过去 斩草除根 消灭天狱魂帝 神徒婉儿听着羽皇傲雪 那无礼的话语 倒也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依然是冷漠平静 只是目光里 透出一丝寒芒道 对了 你回去之后告诉羽皇谷弟一声 尽快释放我母亲 否则黑暗与死亡 将会突破无时空的封锁 降临到万须神殿 羽皇傲雪表情僵硬了一下 但也是不甘示弱 冷笑道 只怕你还没资格 调动神魔一脉的力量 神徒婉儿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平静道 咱们拭目以待吧 羽皇傲雪神色几度变换 而后一挥手 我们走 说着 他便带着手下人离开 剑门这边 归尘也是默然带人离去 诸多参赛者们 也是陆续离去 但也有留下来 跪在地上表忠心 希望能投靠轮回 成为信徒 叶晨不置可否 现在大战结束 他只想休息 叶晨寻了一个山洞 自行调息休养 打算等气息恢复后 就前往功德区 斩草除根 诛灭天与魂帝的残魂 而外面广场的观众们 看到这一番大战落幕 种种惊心动魄的景象 皆是震撼错愕 在这大战之中 无疑是叶晨和 身徒婉儿的风头 最为强劲 叶晨实力之强 气韵之胜 一次次刷新众人的认知 所有人都有点麻木了 倒是身徒婉儿的表现 更引人注目 昔日身徒世家的千金小姐 今日蜕变成未来的魔神主宰 执掌魔神一脉的至高道通 甚至有些胆气去威胁万须神殿 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震动 如果魔神一脉也站在轮回这一边 那万须神殿还有胜算吗 羽黄谷帝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身徒婉儿当众威胁 说如果不释放他母亲的话 他将会让黑暗与死亡的气息 降临到万须神殿上面 这是当众打他羽黄谷帝的脸 这小妞儿真当我不存在了 你以为就只有你有未来神吗 我的未来乃是至高无上的古神 曾经终结了九神时代 在我面前你也敢嚣张 羽黄谷帝内心之中 闪过无数的念头 在想着怎么报复身徒婉儿 报复夜晨 夜晨在山洞之中 默默地调息恢复着 夜幕降临 他元气恢复了许多 睁开眼睛 只见一道身穿梨花长裙 曼妙动人的身影 站在山洞口 正是身徒婉儿 外面的月光 落在身徒婉儿的身上 他整个人 看起来都是绝美清丽的模样 身体好点了吗 身徒婉儿温婉地笑着 踏着月光 缓步走到山洞里面 随着天与魂帝死去 死禁区 诸多妖兽和怪物 也大举迁徙 这个区域的黑暗气息 已经彻底散去 现在的死禁区 和普通的争霸区 没有什么区别了 都是风清气爽 日月明朗的模样 再也没有丝毫黑气环绕 紫黄仙宫想依靠参赛者们 荡敌黑暗 目的算是初步达到了 好多了 夜晨看着身徒婉儿笑道 身徒婉儿走到夜晨身边 挽着她的手臂 针手依靠在她的肩头上 轻声道 我差不多该走了 夜晨一愣 搂着身徒婉儿的相间道 为什么 此刻的身徒婉儿 已经看不到白天时候 那股统治一切 威灵无上的模样了 她在夜晨面前 好像就是一个普通少女 满是温柔的神情 未经厌中 Gend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